这次沙利云访华是否意味着所有润人的末日来了 为什么呢 这两天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信息 就是沙利云访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中美两方一起合作遣返这些润人 但是我查了一下咱们这边官方的发的通告 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又上网看了一下 大量的其实也都是自媒体在这说这个事 至于他们是从哪拿到的消息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宁愿相信是有这条东西的 那这两天就有很多朋友来问我就说 那中美是不是会要大规模的遣返润人了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过于乐观了 虽然说中美双方达成了共识 即使这个事是真的 我也不认为这个事能做成 先跟大家说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吧 我们都知道之前不是有一飞机人被送回来了吗 对不对 这一飞机人一共有多少人呢 116人 那这116人直到今天还在被自媒体炒作 那大家就知道啊 这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一共就这一飞机人被送回来了 就这被媒体吹的现在 那大家就想想啊 那按照这个速度 这个送人的方式 咱们给美国三百年时间能不能把认人的一半送回来 大家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答案是完全不可能 对不对 那其实我都跟大家说了 这个就是美国在大选期间搞的一个噱头 因为民主党他压根就不想要认人走 所以说呢他专门搞了这么一个噱头 哎我专门找一批啊 我已经处理掉的人啊 给你弄回这么几飞机 给大家一个假象 哎我要遣返这些非法移民了 因为美国现在民间啊 对于这些非法移民啊 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说一旦这个假象给出来以后呢 老百姓是不会关注我后续到底送了多少人走的 老百姓只会关注这一飞机人 我什么时候给送回去的 现在也是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你一旦访华完成以后 那所有的这个通报啊 什么共识啊 你都会被媒体列出来啊 或者要发发在双方的通稿上 只要这个东西在这里面就行了 老百姓看不看到的无所谓 下一次万一我被共和党批评这方面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你看看我们是达成了共识的 我们是要遣返这些人呢 其实啊 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啊 我们主要是为了遣返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其实在中美议题里并不算一个很大的议题 为啥呢 因为现在来美国的这些非法移民 或者说润人 他主要的来人地也不是中国啊 九成九的来人地主要是拉美 中国只占中间很少的一部分啊 那可能很多朋友不明白 就觉得既然中国人占着中间很少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中国 我跟大家说原因是什么啊 原因是因为如果是洪都拉斯 如果是哥伦比亚那的人去走这条路 是被大家可以理解的 如果是中国人去走这条路 大家是不太能理解的 因为大家很好奇啊 一个世界第二强国经济其实也算不错啊 然后整体呢 人过的也还行 那为什么这些华人就会去干这样的事呢 其实这个还是他不太了解 咱们很多华人的一个内核逻辑啊 咱们很多华人就是这样 只要看着别人被我付啊 那我就肯定眼红啊 我也想发财啊 对不对 哎 既然现在有这么一条 可以赚比我平时工资多的路子 我就愿意挺而走险 我就愿意这么干 过来占便宜 其他未见准就是生活过得不好 他可能就是想多挣点钱 他就想占这个便宜 其实在澳洲也出现过这样的事 Uber司机在当地抗议 让这个Uber的员工呢 涨工资 当地的这些中国司机呢 或者说华人司机呢 他不但不随大家上街抗议 你说你不上街抗议也就算了 还趁着Uber司机上街罢工抗议的这个机会 这不就没司机了吗 平台涨价了吗 咱们还去趁着这个平台涨了四五倍的价格 然后咱们还去拉人 拉完人以后 咱们还把这个消息啊 晒到这个自己的群里 嘲笑老外傻 你觉得是他傻还是你傻 你骂他傻 他骂你是公贼 包括咱们就说举报这个事 举报这个事 其实以前各国都有啊 只是说各国都很少使用 尤其在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 基本上举报的这些事 就是真的你触及到违法犯罪 或者特别触及到特别严重 警察抓通缉犯了这种事 涂水漏税特别严重这种事 才会有一些的举报啊 或者曝光存在 但是你看啊 咱们大量的这个华人 就把这种优良传统带到这了 现在整个的华人区 华人圈子里 就流行举报风 我举报你 你举报我 因为咱们华人懂一个道理啊 何人背后不说人呢 每个人怎么可能没有小辫子呢 只要我举报你 这事就有可能成一半 所以说就把这种东西 也带到这里面了 你的人事不多啊 但是你所造成的效应 其实是不小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润人 比较受关注的原因啊 就人家不管是到这要福利也好 躺平也好 好歹是要自己的诉求 虽然说懒招人恨 但是我理解 你毕竟是为了你的自己 但是如果这伙人损人不利己 你说你是为了啥 确实是这些人觉得 让人觉得挺奇怪的啊 至于我为什么说 这不是论人的末日 就说即使达成共识了 中国这边也愿意接着 美国这边也没办法 因为你不可能派一堆警察 冲到华人区去见人就抓 然后一个一个去甄别身份 首先啊 约人大部分其中在加州纽约 这样的事就做不到 其次呢 加州纽约都是庇护州 这是人家这个州的传统 你联邦政府想干这事 门都没有 第三啊 如果美国警察敢当街抓人 这就麻烦大了 这不是说你当街抓人的问题 而是说美国这些白左 就会起来把警察给弄了 就白左就会认为 哇塞 那你下一步 你是不是要当街抓我呀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啊 在美国啊 他就只能靠甄别你的身份 你在上庭的时候 拿到你的庭审记录 然后我来做这个事 但是美国的这个司法呢 又不归联邦管 所以说这司法 这个审理的过程中呢 只要你能请好律师 他又很难遣返你 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啊 基本上遣返的事情 几乎都没听过 或者说少之又少 那美国能做的是什么呢 只有严控边境 因为第一步 你不是要先去难民营吗 先去点个某吗 你才能申请难民吗 这个时候再进来的这些难民 直接把你送到墨西哥 或者直接把你送回中国 他也只能针对再进来的人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啊 我个人认为啊 现有的这些人 美国基本上不可能把他们赶跑 即使能赶跑 数量我猜也不会超过5% 10% 我也是这个态度啊 就是新进来的这个人 不让他们进来就行了 因为现有的这些人啊 你把他赶出去也不现实 你怎么赶 对吧 我看上这句话 你赶人的这个成本太大 由于美国自身体制的限制啊 他去干什么事 你就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所以说不如不干这个事 你就让他们待在这吧 你把他们消化掉 再说把新进来的一帮人堵住 你堵住 他进来一批 你遣返一批 这个才是遣返的真实用途 你至于你去抓这些现有的人 我告诉你讲啊 你遣返三百年前返不完 抓人一千年都抓不完 就美国警察这效率 你得抓一千年 我觉得你都抓不完这些人 所以说不如把现有的这些保留好 你把之前新进来的这些 你给他赶出去 这样啊 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啊 那行吧 这期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以后什么观点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